好为了用行动支持公益 花莲市长魏家贤 10号下午特别是前往了吉安浩克艺术村 参观由立新基金会所举办的琉璃精品展 并且当场认购了两幅的琉璃纱画以及手工艺品 希望能够号召更多人来响应受爆妇女的浴火重生 迎接美好未来 五彩缤纷的琉璃珠以不同形式呈现在橱窗里头 墙面上更是挂满了一幅幅以琉璃创作的沙画 这是立新基金会华联分事务所在吉安浩克艺术村 所举办的1200度浴火重生爱的琉璃精品展 10号下午市长魏家贤也特别前往参观 并当场认购了两幅琉璃沙画及手工艺品 希望能号召更多人响应受爆妇女的浴火重生 那主要是看到立新基金会有一些非常棒的一些作品 那受邀来这边也来买一些对于我们立新基金会的一个支持 那我们看到很多琉璃珠经过巧手的一个改造之后 都变成一幅幅非常重要令人感动的画 那我相信也呼吁很多的民众 有机会有时间一定要来这边 吉安浩克会馆这边来看看 也来选购一些不错的一个画作 那这里也有很多的精美的视频 那我们希望说大家来支持立新基金会 也支持这些曾经受爆被受爆的一些妇女朋友们 那勇敢地让他们能够走出来 那当然在疫情期间有一些经济面也受到了影响 但是他们在创作的部分仍然不间断地在学习 那呼吁大家一起来支持我们的社福团体 一起来支持这些努力创作的我们好朋友们 我们这一次总共的作品有20幅 那目前大概有半数已经被县长 乡长 市长认购了 还有一些企业家认购这样 大概还有三分之二的作品还没有被认购 那所以也很希望就是有想要共襄盛举的一些三星人士 可以来这边选购 市长威佳先表示这些精美的琉璃作品 都是出自于弱势妇女的巧手 尽管她们曾经受过伤害 但作品中却仍然充满希望满怀温暖 而这项展期直到8月31号 希望有更多好朋友能够前往参观选购 一起用行动支持立新基金会 记者徐立琴吉安相报导